星期一,更多俄羅斯和英國遊客將會離開埃及度假聖地沙姆沙爾克 同時,調查人員請繼續努力確定導致10月31日空難的原因 空難導致224人喪生 星期一下午,至少12次航班將會從沙姆沙爾克國際機場飛往莫斯科和英國的幾個機場 英國駐開羅大使館不願意將英國旅客的離去稱為撤離 而只是說遊客結束度假回國 但英國外交部說,鑑於導致俄羅斯客機空難的極有可能是一個爆炸裝置 勸告本國公民不要在非必須的情況下前往紅海地區 俄羅斯總統普京上星期命令俄羅斯政府幫助俄羅斯遊客從埃及回國 俄羅斯副總理德旭爾科維奇在星期六表示 有多達8萬俄羅斯人在到訪埃及比原先的估計高出一倍 星期日,一名俄羅斯官員說大約有一萬一千名俄羅斯人已經回國 10月31日,一個俄羅斯航班從沙姆沙爾克飛往聖比特寶途中墜毀 機上224個人全部遇難 被劇導致歐洲航空公司減少或取消前往西內半島南部旅遊升地航班 全 Wardlev 余復席 有儂 clicking鍵